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今年的国庆假期 有一部电影上映之后 被网友疯狂刷屏了 哪一部呢 就是演员吴京主演的潘登哲 有人说电影拍得不错 看完之后感触很深 有人说故事情节很刺激 惊险 还有人说这是第一部让人忍不住从头哭到尾的影片 不过有句话怎么说出来着 生活才是最天才的导演 其实有关中国队攀登朱峰的背后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更意外 更残酷 也更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1960年 也就是中国第一次攀登朱峰的故事 话说1960年之前 已经登上朱峰之顶的人 那是非常非常之少 一共有几位呢 有且仅有两位 一位是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 一位是新西兰登山家爱德蒙希拉里 这两个人是在1953年5月29号 从南坡成功登上朱姆拉瓦峰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登顶朱峰的队伍 那么既然登顶朱峰这么难 中国对当时为什么还要去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从有登山计划到登山完成 我们所走的每一步 既有自愿 也有被迫呀 为什么呢 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 那是一个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四季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各位是敌势不断 对峙不停 不是今天你对我进行经济封锁 就是明天我搞军备竞赛 反正除了不真刀石枪地打 双方哪哪都要比个输赢 最后较量到什么地步呢 征攀朱穆朗瓦峰 而且先前我们说的那两位成功登顶朱峰的人 那都是英国队的登山队队员 资本主义阵营中已经有人登山成功了 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当然也不会自甘落后啊 于是在1957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倡议 说是倡议 其实带有要求的意味 那么倡议什么呢 倡议中苏两国能够一起组建一支联合探险队 攀登朱峰 这里要说一下啊 当时的苏联登山的实力是不错的 据说他们国内的山几乎已经被运动员都登完了 这回呢 其实也有借山登山的意思 没办法吧 谁叫地球上十四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 有九座都在中国境内或者边境线上呢 咱们天生登山的资源优越 那么我方接到苏联的倡议之后 什么态度呢 画面当中的这位就是时任全国体育委员会主任的贺龙 得知苏联的倡议之后 他先是一愣 愣什么呢 登山运动属于群众体育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这方面发展还不错 但是现代登山运动 那这个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啊 不仅没有相关的物质技术条件 连专业的运动员都没有 你这不是赶牙子上架吗 不过转念一想 贺龙又觉得这个事似乎可以试一试 为什么呢 既然是两国联合 我们何不借此机会向人学习 顺便把国内的登山运动给搞起来呢 再说了 如果真的登顶成功了 那也是一次向世界 扬中国人之名的好机会啊 所以贺龙便交代国家题委 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问题 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 而中共中央最终也批准了这件事情 不过事情虽然批下来了 可是具体落实层面 难题和压力就一层层的压了过来 要是说从当时来讲 从我们中国对这样 这么现代登山五五年 这么开始发展 就这么短短的几年攀登珠峰呢 那确实是这个步子就有点大 这个事不太可能 也不太现实 说实话 依照当时的条件 我们的确是在为难自己 但有句话说得好啊 不逼逼自己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啊 既然一切都是零的话 那就从零开始吧 1955年 苏联登山运动员准备攀登本国境内 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 并问中国是否派队员参加 既然都答应人家联合登山了 自然得动起来啊 一番商量斟酌之后 国家体委决定派画面当中的这四位登山运动员 许静 施秀 杨德元 周正 组成临时登山运动队到苏联参加活动 注意啊 这支临时登山队此去的目的 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登山技术 所以呢 去之前 国家体委并没有对运动员提出硬性要求 要求他们一定要登山成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这四名运动员竟然在登山设备比苏联运动员差很多的情况下 同对方一起登上了团结峰合十月峰 创造了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的第一个登高记录 得知这一情况 老主席十分高兴 他说 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万事开头难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尝试 后边就更有信心和胆量 国家体委开始运奖成立正式的国家登山运动队 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 这是当时负责群众运动的单位 在北京西郊的八大处举办了登山培训班 培养专业的登山人才 当时啊 在安刚总医院工作的这位 我国第一支登山运动队成员 同时兼任队一的温庆章 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训练班的 当时他26岁 因为我比较爱好体育 我通过安山市工会跟这里联系 这里就全国总工会就通知我去报道了 我以为登山就是游山玩水 没想到这一步一走 影响到我后头 整个的我的工作进程大大的改变了 除了温庆章之外 像始战春 许静 以及刘连满这些重要的登山队员呢 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培训班的 总共大概是四十来人 据温庆章回忆 训练班当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呢 跟登山没有关系 可是队员们对于登山却充满了畸形 培训结束之后 大家就一举登上了秦岭的主峰太白山 海拔三千七百六十七米 登山太白山之后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呢 国家提委之后这个事情 国家提委到底是管这个体育的话 蔡主帆主任在欢迎我们登山队 庆祝登山队 登太白山的时候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讲中国登山运动员 登山太白山是中国登山运动的诞生日 就是中国他宣布 中国第一次登山队成立了 好了 筹备工作到这儿 参与登山的队员总算是敲定了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是实战训练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实战训练竟然让登山这件事情 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当中 这又发生了什么呢 下节继续说 上节我们说了 1956年参与登山的第一支队伍成立了 有了队伍 接下来当然是投入实战训练了 可是就在实战训练期间 中国攀登珠峰的计划 竟然遭到了民众的质疑 这发生了什么呢 先来说队员们的实战训练情况 前面说了队员们已经登上了 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 那么接下来队员们打算冲击一下 海拔高度高于太白 但是呢低于珠峰的山 为什么要说从大家登山都要不能一下直接登八千米 登珠穆拉玛这样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你对那个高海拔的缺氧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没有 很容易导致高山脑水种 费水种导致这个死亡 那么登山队具体要攀登哪一座山呢 那就是西昆仑山脉的第三高峰 穆斯塔德峰 海拔是7564米 7564米 这个海拔可比太白山高太多了 几乎是翻了一翻呐 队员们能行吗 谁料挑战结果是相当鼓舞士气 队员们几次登顶居然都成功了 听到这可能有人要说了 这么快就能攀登七千五六百米高的高峰了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直接冲刺珠峰了呢 还是早了一些 为什么呢 虽然几次都登顶成功 可是都是与苏联合作的呀 所以中国队的下一个目标是 独立攀登 贡嘎山 介绍一下贡嘎山是四川省境内最高的山峰 海拔7556米 被称作是鼠山之王 山市陡峭 冰川纵横 雪线海拔4600米到4700米 是中国山市起伏最大的山体之一 这个高度是中国第一次上去 因为你一高度很重要 因为山呢是它不同高度缺氧程度不一样 但是呢 拱嘎山的优越性呢就是它冰坡比较多 冰烈凤也比较多 这样呢拱嘎山为后来登中摩拉玛 冰雪作业 这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957年5月中国登山队开始独立攀登贡嘎山 因为这是队员们第一次独立组队登山 所以在正式登山之前 大家进行了三次高山预备行军 预备行军当中虽然有不少队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高山反应 但是总的来说登山过程还算是顺利 然而正是攀登贡嘎山的时候出现了令人悲痛的事件 发生了什么 就在大家小心翼翼攀爬到海拔5000米的高度的时候 有一个队员突感异扬 他抬头向上方望去 只见一股冰雪冒起 还没有来得及叫喊 突然轰的一声 大量滚动的冰雪在山里中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13名动员被冰雪裹住 顺着雪崩的冲击力不断下滑 万分惊恐之际冰雪在下滑了200多米之后 在一个缓坡上才奇迹般的停住 雪崩停住之后 几个被埋得比较浅的路员 赶紧钻了出来 悟不上自己的伤痛 就开始拼命地刨挖冰雪营救队 但是很可惜 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助教丁兴友 因为被雪埋得太深 被挖出来的时候 一直也有来呼吸 队友丁兴友突然遇难 大家心里像贡达山的兵一样冰冷 可是攀登的脚步不能停啊 大家只能化悲痛为力量 带着队员的希望 继续与贡嘎山的地形和天气作斗争 经过艰苦的行军 1957年6月13号 队员们终于登上了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顶峰 按照国际惯例 队员们把国旗绑在了兵岗上 并向机记录下的登顶胜利书 它是足以证明一个国家的登山实力 就是说你登山这个水平 那么如果你登上了共卡山 就是你的登山的水平技术 是要达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定的水平 所以共卡山足以就宣示 中国登山队的水平这样的问题 得知中国队将国旗插上了共卡山山顶 国人是一片欢腾 然而高兴还没有持续多久 有队员又出事 据说当时队员们正在往回撤 可是出发没多久 天空不作明 刹那间共卡山是电闪雷鸣 暴风四明 登顶队员当中的尸秀 队中目击 不得存三人下车到七千米左右 最抖着一段冰坡时 突然发生滑坠落到了三千米深的悬崖中 不信 一次登山行动就有四名队员不幸遇难 这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内心 因此有人就说了 中国登山队条件太不成熟了 以后不要登这么高的山了 有的人则明确反对 登山不仅费钱费力 还要命你看 干脆撤销登山队算了 那么面对质疑 登山这件事情 究竟何去何从 关键时刻 贺龙贺帅啊 他认为 登山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 对于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 乃至于科学考察 都有着重要意义 所以他指示国家体委 不仅要继续锻炼队伍 而且在处理队员 攀登 贡岗山遇难事件的时候 一 要表彰登山队 二 要纪念烈士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那个 何龙副总理接见了我们 何龙副总理讲了一段 语中心唱的话 他讲 你们这次 登山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 他讲 要奋斗 就会有牺牲 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 先开庆功会 再开追导会 开完庆功宴和追导会之后 中国队攀登珠峰的计划 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何龙命令迅速成立登山处 负责规划和指导登山运动的开展 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目标 那就力争在1960年5月份登上 珠穆朗玛峰 算一算 中国队只有三年时间准备 时间紧迫 接到指示之后 国家体委开始在中国各行各业当中 选拔人才 这位后来成功登顶珠峰的王富舟 就是在这次入选中国登山队的 在当时啊 王富舟还很年轻 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 因为身体结实有力 就被选进了登山队参加集训 第一学院当中选择那三个 我 石井 还有何惠茨 我们三个人 石井同志告诉我的 告诉咱们这个毕业完了以后啊 你要到登山队去 到学校挑人的时候 不是测那个 测身体测试吗 有一个那个 就是肺活量的那个机器 他一口气把那个机器就吹爆了 的确是 的确是好 吹爆了 完了就直接入选了 也许是机缘巧合 与王富舟同时加入队伍的 还有另外一名后来成功登顶珠峰的成员 叫屈寅华 我的工会也是高级体育 也就是玩 就是看到那个 在同志以后我就去 我去 我没到个北京 没看个天啊 那是结调三个月 结调三个月以后 我三个月就晚 就回 结调嘛 结调三个月就晚了 就回去了 这个 这个 结二次到里 同意我来了 结调三个月嘛 到北京来了 去年就没回去 除了王富舟和屈寅华之外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 登山队中不能只有汉族队员 藏族人民也得唱主角 所以呢 国家体委还特意招进了一批藏族队员 这位当时还只有22岁的贡布 刚好啊 在部队服役 身体素质不错 便主动报名参加了登山队 1958年7月下旬 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 朱峰进行磋商 不仅成立了登山指挥部 还组成了联合侦察组 对朱峰进行了航空测量 制定了攀登方案 与此同时 队员们也加强了体能训练和技术训练 期待挑战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个更大的意外和考验 正在等着中国登山队 什么意外和考验呢 下一个说 上一天我们说了 就在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 躊躇满志 加紧投入训练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变故出现了 又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一切准备停档之后 国家体委就通知苏联 说你们可以在1960年的3月 派代表来中国 讨论具体的登山事宜 可您猜 苏联接到通知之后什么态度吗 苏联说我们还没准备好 你们把登山的时间往后推一下 可是推着推着 推到最后 苏联干脆直接来了一句 联合攀登珠峰的事情 恐怕是不行了 因为我们呢 已经把部队解散了 解散了登山队伍 苏联明摆着是要毁约呀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队来说 那真真正正是晴天霹雳啊 要知道苏联之前是承诺过的 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全部都由他们提供 如今苏联退出约定 就等于是 没人给我们提供设备了 包括钢铁 有些高纯度的钢 咱们当时也生产不出来 而且还有一些氧气瓶 高压氧气瓶 咱们也生产不了 就是咱们都太笨大 很笨很大 那个都肯定你没法 在那个高山地区使用 那么苏联为何在关键时刻 出尔反尔呢 您注意时间段 1960年左右 正是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阶段 至于为什么会恶化 原因很复杂 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矛盾 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我呢也说不清楚 总之吧 此时的中苏关系不好了 苏联不仅退出登山计划 甚至于还放出了这样的狠话 苏联的话虽然很扎心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时的登山实力 的确是不如人家 那么这事就这么放弃吗 又一个关键时刻 该怎么办 贺龙 周恩来 邓小平等领导人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 这个山呢 我们不仅要登 而且还要登得漂亮 那么如何登得漂亮 就是从珠峰的北坡登顶 不过这个消息刚公布那会儿呢 很多国外的媒体都嘲笑 中国队是痴心妄想 为什么呢 这里啊 我要介绍一下 珠峰的北坡 珠峰的北坡位于中国境内 它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 70度的白米陡坡那不在少数 接近90度的也不罕见 除了地势陡峭 北坡的天气也是瞬息万别 即便是在天气最好的时候 海拔7700米以上的地方 还是时常被关心 落到十几个大坡 1921年到1938年期间 英国人曾经七次到北坡侦查盘等 这个都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英国登山队把北坡称作是死亡之路 从北侧咱们上的风险呢 就是这个路线长 坏天气周期长 容易发生的这个山难 容易发生的事故呢 就是高山反应严重 高山那个叫高山病 高山脑水肿 肺水肿 体力投资 失踪 这是北侧呢 经常发生的山难事故 一次都没登山之路 而且还失了很多人 把珠穆朗玛选择的时候 太过可怕了 这就是北坡的情况 从这里登顶风险极大 但是想要证明比别人强 就得做别人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1959年12月 贺龙提出 一定要在1960年实现登顶珠峰的计划 时间谨慎不重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当时的中央政府可以说是 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购买装备的同时 新的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 也组建成功 由于此次登山还带有科考任务 所以新组成的队伍一共有214人 史战春依然任队长 许静任副队长 好了 人和设备都全了 是不是就可以向珠峰进发了呢 别着急 攀登珠峰是一项周期较长的活动 一般要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队员们在正式攀登之前 还得做一项要紧的工作 那就是在珠峰脚下 建立一个完备的大本营 干什么用呢 一是给队员提供后勤保障 二是帮助队员提前适应 高原 高海拔的环境 1960年2月 一直由科考队员 后勤人员 以及安保人员组成的先遣队 提前出发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海拔 5120米的地方建立大本营 几天的功夫 一排排帐篷就搭好了 运输队也将吃穿 助用等物资呢 全部运到了大本营当中 3月19日 浩浩荡荡的中国登山队 来到了5000多米的大本营 画面当中的这个欢腾的场景 便是当天队员们 跟藏族同胞一起召开的联欢会 看得出来 队员们当时的精神面貌很不错 所以说当年他们在这个5000多米 还能唱歌 还能连欢 一个是叫英雄气概山河 感笑珠峰不高 这是他们的口号 就是他有这个情怀 再有就是体力相当的好 进入大本营之后 主力登山队员便开始为 适应高山恶劣的自然条件做准备 除了体能训练之外 还实地磨练冰雪作验技术 训练就是怎么个攀爬 怎么砸冰稿 怎么拿那个冰枣踩住那些 血压小壁踩住那些抖的地方 怎么在这个爆棚雪中进行攀爬 这个他在训练课上 都要有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那平时的训练都要掌握这样的形象 当然了除了要有大本营 过硬的登山技术和先进的装备之外 户外登山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 那就是天气 从往年的情况来看 每年攀登珠峰的最佳时间 一般都在四月到五月之间 但是为了保证登山队员的绝对安全 气象数据必须精确到每一天 甚至是每天的某个时段 所以从1958年开始 气象工作者就在珠穆朗玛丰山区建立了气象台 并按时将天气情况汇报给了队长史战春 那么1960年四月到五月 珠峰地区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气象台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工作人员说这年春天 珠穆朗玛丰山区会呈现出风大雪多的天气特点 这种情况对于登山是非常无力的 他们建议登顶计划延期吧 最好改在第二年的春 听到这个消息 史战春是心急如焚呢 因为就在当时 珠峰周围还活跃着十个国家的十二支登山队 我们一旦延期 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 怎么办 史战春想了一个晚上 最后对气象战的工作人员说 坏天气会有 但是好天气同样也会有 只要你们能够准确抓住 每一个短暂的好天气周期 我们就有冲顶的机会 您听这话 攀登珠峰是没有退路的 那么具体攀登计划是怎样了呢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史战春跟队里的老同志商量之后决定 分阶段进行适应性行军 总共四次 第一次从大本营出发到海拔6400米的高度 建立第三号营地 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二次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度 建立第四号营地 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三次到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 建立第六号营地 再返回大本营休息 最后一场战营 从大本营出发 直抵海拔8500米 建立夺取珠峰的突击营地 然后从突击营地出发 登上顶峰 好计划定好了 接下来可以正式登山了 1960年3月25号中午 所有登山队的队员 在大本营前的空地上 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 队长史战春发令 现在中国登山队 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出发 那么中国队究竟是如何征服 这世界第一高峰的呢 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继续节目 好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